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航母网友们关注的六个消息 Pakbom回归 根据媒体报道,Pakbom将在3月以鼠位单曲回归 这次的回归是继去年3月发表的Ture Mipasso之后 时隔一年的回归 而且这次的新曲是与双人组和Melomans的Kimminso一起合作的歌曲 所以网友们都非常的期待 目前新曲的录音已经完成了 好期待 两个人的音色都非常美妙,真的让人好期待 总是在春天回归的Pakbom姐姐 真的谢谢你 Kimminso宣布结婚 2月27号,Kimminso在演唱会舞台宣布了将要结婚的消息 不晓得要怎么开口 我决定于在我最艰难的时期 在我身边陪伴我的人携手攻度一生 想到粉丝们一直以来给予的姻缘 只是用文字来告知结婚消息的话 我应该会后悔一辈子 所以才决定在演唱会来传达这个消息 Kimminso在2014年被前女友爆出不偶的消息后 虽然在2020年有完全胜诉 前女友需要赔偿一亿含币 给Kimminso还了一个情版 但是很多人好像还是不知道这个真相 为了粉丝举办免费演唱会 不是手写信而是亲自发表结婚 真的好感动 这期间真的很辛苦了 一定要幸福 这位YouTuber回归了 之前误会一家餐厅回修使用剩余食材 导致餐厅倒闭的这位YouTuber 大家还记得吗 在引起非常大争议下架所有影片的6个月后 2月27号 他在频道上传了一个预告回归的影片 在影片中他表示 这段期间有彻底的反省 以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想要拍摄海外的美食 给大家体验多样神奇的世界美食 而且为了符合影片内容 频道名也会改成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做什么都可以 就拜托你不要出去说你是韩国人 缺钱了所以回来了 现在是想要让世界的美食店也倒闭吗 去俄罗斯开箱军粮吧 但是还是需要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加油吧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3月1号 乌克兰驻韩大使 在Twitter发文表示 我们对于韩国著名女演员 以英也支持乌克兰 希望能尽快结束战争的来信 以及巨大的捐款感到非常兴奋及感动 这笔捐款会传递给受到俄罗斯侵略的受害者们 并付上了以英也的简介跟一亿元的支票 以及以英也写给乌克兰国民们的信 亲爱的乌克兰国民们 我是住在韩国的演员以英也 我身为经历过战争的参战勇士的家人 比任何人都能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希望乌克兰国民们都不要失去勇气跟希望 身为热爱和平的大韩民国的国民 想要传递给乌克兰国民们 虽然很小但是很珍贵的这份信 原来家中有参战勇士 好感动 持续捐款的样子真的是好棒 好帅 在文字里都能看到优雅 前几天 淘宝及成员藏硬的亲姐姐上传的IG 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下车去买饮料的孩子 突然转身护送着一位坐在商店楼梯的老奶奶 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也担心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所以就先拍下来了 等了一会后打了电话 不接? 往他们消失的地方追去了 人不见了? 因为听过很可怕的谣言 所以按了录音间后马上又打过去 她说了一些听不清楚的话后又挂掉了 难道真的是? 紧张地又打了过去 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通话录音 这声音语气真的超新的 我是别家粉丝 也真的太善良了吧 好感动 真的希望藏颜能更红 又是主唱又能做词作曲 跳舞演戏都可以 让我想要结婚的男生 希望藏颜能被更多人看到 到了美国变开放的TWICE 从2月15号的洛杉矶演唱会 到27号的纽约演唱会 TWICE非常成功地结束了 5个城市10万人规模的 七回美国巡回演唱会 而除了耀眼的成绩之外 TWICE成员们到了美国 吸收了美国空气之后 对我们很开放的事情 也让很多网友们都疯狂了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出道首次这么性感妞妞的TWICE成员们 首先是队长吉尔 可爱的妞妞 接着是摸摸帅气的妞妞 果然是猪物 再来是擦脑 性感的妞妞 然后是塔香 疯狂的妞妞 最后是让我最震撼的Mina 大反转妞妞 这斯文的公主竟然 团体妞妞 变态妞妞 最后是队长吉尔 最后是队长吉尔 我看你了 太队长吉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